那么底下的话 我们就会遇到一个新的问题 就是我们要解决的 这是我们要说的第三个 这个ES6里边的这个问题就是三 箭头函数 箭头函数是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先把这块整个都都注释掉 这个就没用了 把这个删掉 好我们先把它都注释掉 上面都注释掉了 我们说一下箭头函数 箭头函数是什么 就是在ES6里面 我们其实是有一种 简单的去定义函数的方法的 比如说我们正常定义函数 刚才我们其实看到定义函数 这个这个叫函数定义对吗 比如方神 叫F1 F1吧 然后括号 这个return 我们简单一点return hello 对吧 这个我们叫正常的函数 你直接掉上它就好了 这个这个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 然后但是 我在里面可以用箭头函数 这个叫函数哈 这函数 然后这写成这样叫什么 我我把我把那什么 又给漏出来了 这个这个就ES5的语法出来 如果写成这样呢 写成这样 F1叫函数表达式 这俩有什么区别 能搞清楚啊 刚才那个叫函数定义 这个叫函数表达式 好 函数表达式的话 那我们所有的函数表达式 ES6里有一种新的写法 就是对于这种东西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样 我改一个名字啊 因为如果相同的话 它就互相之间就冲了 是let f2 等于 什么东西 其实还是一样 那么就是说 因为你看这儿方神 可以简写 我把这个先考过来啊 就是ES6其实是有点 ES6是语法 不是语法堂 sorry 那个 然后的话呢 这个地方是 我如果在这儿的话呢 我可以有一个简写的方式 就是如果方神 这不是有方神吗 我可以把这方神去掉 我把这个方神去掉以后的话呢 然后呢 我可以化简成这样 看见了吗 这俩是等价的 在ES6里这俩等价 你不信你可以 你不信你可以试一把 比如说 console 点log f2 你看一下 它出来的是不是这个东西 哈喽出来了吧 好 而事实上来讲 如果你这上 你看这个函数里 它只有个return 它啥都没有 没有东西 那我可以再进一步 间歇 这个间歇 就有点令人发指了 就是把这个东西 大括号整个拉上来 因为你到这儿的时候 这个东西没有的话 可以把return也去掉 所以在这儿的时候 这是第一种写法 就是我们说 3.1 就是第一个是没有参数 然后只反 就是函数体 只返回 只有return 就是你看那函数体 啥都没写 看见了吗 它只有一个return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你就是一个大括号 等号大于号 后面直接写 那个反回 return要反回的东西 把反回的东西 把它贴 它这就是一个函数 理解吧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的话 比如说我的函数是这样的 我们继续来 来来化解这个函数 我的第二个函数是这样的 F3等于 我还是把它先写齐啊 方神 括号 这样吗 然后我这有一个参数 X 比如有一个参数X啊 一个参数X的话 那么这个底下 我return的是X 加上 Hello 这样 那么它可以怎么减写呢 那么它减写的方式 是第一个 把方神去掉 这个我们刚才知道了 因为底下是return 大括号也去掉 这个东西变成等于它 然后直接把return删干净 变成这样 把这个底半 底半了大括号去掉 这种写法看明白吗 所以这是3.2 这在ES6里说 有 有一个参数 那么函数题 只有return 你就这么写 函数题没有别的 O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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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